以浪潮来了为主题 潮州镇长洪明江乘着小州进场 今年潮州镇公所为以台湾蓝色东港西保育协会 透过潮州老照片调查计真集计划 与小镇上展开一系列的文化复刻行动 以老照片作为浪潮来转动潮州小镇地方市 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让潮州的老照片能够被找寻出来 让我们潮州镇名可以看到潮州过去的一个风光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唤醒大家对于潮州过去的重视之外 那也可以去思考我们未来如何保存这些无形的文化资产 然后甚至是把它活化跟应用 所以我们特别办的这次成果展里面呢 我们会有分七大主题的一个展览区域 包含环境景观然后还有庶民的生活等等类型 有七项然后也欢迎屏东县 大家县民都可以来 浪潮来了的意涵包含看老照片来印证地方文化故事 同时也能透过老照片珍视地方文化资产 相亲提供的老照片有出身 求学 结婚等超名文化 还有地方历史建筑的严格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我想每个人人生舞台它就一出戏 它就是一个故事 故事如果把它记载下来 今天曹楼镇我们收集好多好多老照片 我想每张照片都是代表一个人 一个家庭它的故事 它的历史非常非常珍贵 我想曹楼镇的故事是丰富的 曹楼镇的故事是美妙的 我想我们一起来保存它 让我们的下一代更知道过去的潮桌是什么样子 这实在讲起来 这一厂一厂的胸都有那种故事 就说我简单说一下 这厂看来这都日本人 这也日本的灰燒 这都日本人 那厂是 那厂也是 那厂也是 看到了 心裡很痛 把人黃洗了 出那個相片了 你總共拿了多少的相片? 21張喔 共160多張的潮州老照片 成果展後將作為潮州政公所 出版2018年曆的一句 希望透過老照片連接潮州的空間 與歷史發展 也給予捐贈者有對話的空間 而老照片展出 從即日起一連十一天 在潮州政老人會館開展 歡迎鄉親踴躍前往欣賞 感受豐富多元的潮州文化面貌 重新感受與認識潮州小鎮 屏東新聞不停張志豪採訪報導